3月9日凌晨,台媒再度采访大S 透露她再婚,原本不想发声明 因为我已经退出演艺圈 她表示本来她决定尊重居俊叶的决定 欧巴先统一对外官宣 对于两人还没有见面就结婚 大S回应称 她还是当年的模样,幻灭就幻灭 因为声明已经煮成熟饭 管不了那么多,先爱了再说 果然是大S的一款做事风格 不过作为大S的老公 居俊叶现在的实力如何呢 能否与大S相匹配呢 53岁的居俊叶作为圈内的老爱豆 网友表示她的收入完全比不过大S 甚至连大S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据他们报道 居俊叶除了再老家拥有豪宅之外 其实她还在首尔的核心地段 拥有价值超过3.2亿的别墅将近豪宅 附近也有非常多的名人入住 几乎包括了大半个韩语圈的名人 这栋豪宅是位于汉南洞的江边 而且是属于三房三位的那种高级别墅型住宅 整个住宅是经过专门的设计 连衣帽间也是由专业的设计师打造 窗户外面一看就是整个汉江的美景 该栋豪宅位置便利同时 也是管理相当的严格 有着著名的隐秘性 因此宋慧桥仿的少年团成员 李忠硕 深密尔 李莹爱等明星都入住在此 目前居俊叶该豪宅估计超过3.2亿韩元 加上屋内奢华的装修估计价值突破4亿元 虽然居俊叶名气已经大不如从前 但经济上还是有一些实力的 希望能和大S幸福吧 爱都韩社 没人解释我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